师父每日 佛言佛语 边悟边修 学佛的人 首先要加强道德和性德的培养 知识和行动要一如 只会讲理论 没有行学佛的实践之路 并不是真正的与佛相应 就等于一个会烧菜的人 嘴巴说得一套一套的 但是他从来没有烧过菜 再怎么样说 也不是一个好厨师 知识好比地图 实践好比登山 名师好比向导 只有正确的路线 在向导的指引下 才能避开一路上所有的陷阱 顺利地登上顶峰 你才能一览究竟真谛的佛光 学佛没有师父教 犹如看病不吃药 修心未己心眼小 错解佛法成不了 学佛要边悟边修 边解边行 你到底理解佛法多少 你到底从实践中 体会了多少 这是对自己和对别人生命的一种责任 与解脱 只有知道自己的业障重 才能了解众生的业障 才能帮助他们除去业障 找回智慧 学佛人经常说 自我解脱难 帮助众生更难 而我们就是不但要自己解脱 更要用悲至双运来慈悲众生 用智慧来救度众生 学佛就是要救度众生 对众生要学会忏悔 对众生要懂得福慧双修 什么叫究竟的真谛 佛陀告诉我们 用智慧的利剑 破除众生的无名 知行合一 无上妙 三轮体空 境界高 福慧双修 就是好 真修实修 尽佛道 无上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